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钱观吗 还有就是理财观 因为现代人嘛 对吧 很关注这个话题 一般的人来说 那家里也要有钱 说要有一定的积蓄 所以我现在也觉得 一般的就是说 家里差不多够 一定要有不够的话 就面临生活的问题 但是也不是说 我为了钱而 把生命都打进去 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严格来说 我们今生的目标 就并不是说 我要做一个大的企业 创造一个百年企业 传承下去 从来没有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 一个人生的真理吧 我那时候做企业时 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企业家 而是想解决藏区的 进去的问题 那后来我又不做起 也是我发现 那个道路是不究竟的 甚至我就都可以不要 那我先生本来是哈佛NBA的 甚至迈肯锡 也是可以很高兴高兴的 但是为什么他有 那这个就都知道了 他们什么都捐光光了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衣柜里就那么几件衣服而已 什么都没有 连个从 从者都没有 那时候 二十年前还没有卡吧 从者都没有 有卡了 但是我没有卡 反正那时候我还比他有钱一点 就是说 有钱很多那时候 我是零嘛 任何除以零都是无限道 所以我是蛮感动的 因为他的那种 就是理想 他都为人类想的 这些是我很感动 都不是为了这个而驱动的 但我们两个人也很尴尬 因为我们结婚之后 我也是今生出户嘛 他呢 钱全光了 他们家族的一个工厂 也被分掉了 关掉了 所以我们两个没出去了 住在他爸爸妈妈家 那也很尴尬 虽然我们不是 不想累积很多财富 可是我们生活有问题 也是很苦恼 很多年也是 有一些恐惧 但是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对金钱 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你们做企业就好好把企业做好 把生活 照料好 并不说哎呀我学佛了 我要要功德 我要去捐 全顾捐光光什么什么 千万不要走这个路 免得将来会后悔 或者有个让自己很难看 而且你那个捐的时候心态不对 你什么功德也没有 真正的捐款的功德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钱的数字大型 多少 这个我们是有经验的 那 所以对金钱观来说 我们两个人持有的就说 这个钱呢 真的财富是每个人还是有限的 你再多的钱 你拿到身上 你可能不能想运 你可能出别的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做好多事 现在也是利益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钱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 什么钱也没有 我们做不了 这个钱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这样 就慢慢的有点体会到 今生 我们做很多利益别人的 就是帮助别人的事业的时候 这个自然界运在 利益别人的事情上的时候 这种财富它好像是 别人的财富也自然会来 这个我觉得 我没有已经 没有这个 我一定要累积什么财富 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大房子 我一定要有什么 这种都没有了 我们俩经历过这种 有和没有的这种训练吧 是 那因为 有四个孩子嘛 那孩子要 要长大 那很多普通的家庭 可能会想说 我照顾孩子 我要花很多的钱 我要存很多的钱 那两位老师在这个方面是怎么想的 最主要还是孩子 培养孩子 长大 能够有能力 他自己去生活 这个能力比从前更重要 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有钱 什么都是靠我们自己 他自然就会来 但是你小孩子 你教育没有培养好 你存 再多钱 可能也害了他 这个是我们 我们俩完全是同意的 我觉得 最主要让小孩子 从小培养他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情绪 甚至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 这种能力 再加上 有一个利他的心 培养这样一个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有很多的教育 就像大陆也是 出现了很多这种新式的学堂 那无论是华德福学校 或者说传统文化的学堂 然后都越来越多 就是在体制外 出现很多这种新的教育 那两位老师怎么看 比如说您会 就比如四个孩子 会送到传统的学校呢 还是说会接受 不太一样的一种教育方式 下次我们前阵也研究了 华德福的教育 蒙特索利的教育 绿色教育 很多这些不同的体系 主要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那 每个这个体系 我觉得都有它一些特别好的一些理念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教育 它比较 我们比较从一个更根本的角度看 就是杨金刚才谈的 就是十年后 尤其二十年以后的世界 你大概孩子需要有哪一些能力 你能够存活 过得好 甚至利益他人 甚至能够引领一些世界的潮流 帮助很多的人 要大概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再回头去看每一个不同的教育体系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些 觉得会有用的东西取出来 慢慢放在我们孩子上 有很多不是特别有用的 我们就不会去纠结 举例来讲 我们就完全不会纠结 他们以后一定要进哈佛 一定要进最好的什么学校 这个就不重要了 如果你一想到你孩子 以后未来一定要去留学 那就是一年五万到八万美金 然后再加上研究院六年 六七四十五十万美金 甚至一百万美金 那你在想之前 你一定要进到什么高中 你一回头就把自己吓死了 我们有很多学生就这样 小孩子刚生下来 爸爸妈妈已经把自己吓死了 一头烦恼 拼命赚钱 拼命投资 一想到拼命投资赚钱 就亏一大笔 然后就伤心难过 不知道怎么办 也就是说你稍微要有点 这种当然要 每一个父母会有 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可能因为跟硅谷啊 世界这些朋友接触的很多 我觉得未来的世界 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世界 那最重要的一些孩子要有什么 第一个就是杨津刚才讲的 自己对自己的心性 情绪 这方面的掌握 第二个方面是 做人处事的一种 稳重跟交朋友的能力 而且你不只是能交朋友 你可以一些事情 你当领导 你也可以当二把手 你可以当三把手 你可以当一个部门 你也可以有的事件 你就只是去当个螺丝钉 因为在未来的时代 每一个人可能会换很多次工作 一切都在变 你不可能每一次 每一个工作 你都是最厉害的 带一群人在干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学心的 你也能谦卑下来 做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但当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站出来 做老大 照顾员 带领人 这种能力 从小就要有机会去培养 其实这种能力 就不完全限制在 现在学教教育 其实不再培养这一个 那这种 重要的是家庭 就是父母自己 一定要开始培养这种能力 要不然孩子无处 去学这个能力 然后这个一想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纠结在 这个学区好 那个学区不好 这个学校好 一定要送到什么学校 进学校好